请基金最极权 用投资爱地球 指名博瑞ESG家族 上网搜寻博瑞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走过只是风景 老来才是人生 在大中间大过三四代 才跟说自己是大中间人 因为我记得阿公说过 不是嫁出来这老后嫁孙 是要向上有嫁带来 一代一代团下去 中山生活圈 永远有新的精彩 你应该会想回来看一看 红国大道城 八十九十平 二五五六一八八 传真行销 不得不推荐 中秋团聚烤肉吃好料 就选使用国产猪肉鸡肉的 明泽中秋豪华烤肉组 精选十二包优质肉品 有调味里鸡肉排 法式香蟹鸡腿排 柠檬骨腿 还有台糖安心豚的香肠跟贡丸 大口安心吃好肉 中秋节最优质的肉品组合 明泽中秋豪华烤肉组 限时优惠2100元 立即上毫无时期 0223621968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 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500 香肠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一看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刚刚我讲 魏泽家总裁 讲的那三点 这有关半导体的转变 半导体市场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蛮重要的 提供提供的参考了 那另外 今天一档涨停的股票 早早在11点前就涨停的 就是M316643的这一家 IP公司 他今天股价收在最高 涨停板364块 他7月初的低点是212 所以从212涨到364 两个月的时间 他涨了71% 我们说大盘今年 加卷只跌幅 还达到17% 而且在年限下10% 另外贵买值 今年的跌幅 已经收敛到 比大盘小了 到今天是跌16% 那我们看到 M3E这张股票 各位去看他 他今天的股价 是已经明显的 占回年限了 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些领先股 其实我建议 我们听众朋友 我个人 我个人会以这个季线 跟年限去做观察 哪一些个股 他已经领先了 占回年限了 占回年限就不是空头股票了 尤其是他年限是上扬的 那M3E的年限在338块 他今天收364 所以他已经是 稳稳在 在那年限之上 那为什么他可以占回年限呢 为什么他最近的股价 可以涨 两个月涨7成呢 我个人认为 跟台积电不无关系 大家知道台积电 3奈米的制程 即将要出来 市场这些IP公司 就是细制裁的公司 跟台建合作都非常密切 例如说M3E 就是跟台建合作 很密切的一家IP公司 那全世界三大IP 就三大细制裁公司 还有这个EDA 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 就包括像安摩 心思跟易华 就这三家 那目前在台湾 这三家都有设研发 跟售后服务团队 那那个IP这些公司 还有EDA这些公司 其实跟台积电 有点像是连体因的关系 因为每一次台建 发布新制程 这些公司都会 做相关的验证 那EDA也会开始支援 那什么是IP IP其实就是一组 事先写好的 电路设计模组 让IC设计公司 缩短开发时间的 智慧才很全 所以半导体先进 制程越往前走 那晶圆的设计 就复杂 度越高 那采用IP来降低 IC设计内部研发成本 就是成为趋势了 甚至有一些公司 拿不到台积电订单 就会委托这些IP公司 设计之后 下单给台积电 那这个全世界的 前15大IP业 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像安摩 兴师 易华 这前三大 瓜分65%的市占 台湾这么多公司 几家公司 只占了2.6% 那排名来看 像立望 M31 这些IP公司 全世界营收排名 像立望是第14名 那M31是第14 而M31是第14名 立望是第10名 那M31这几年成长的速度 非常的快 公司企图心也很强 而且跟台建合作的 这个密切度也非常高 我个人是值得 我个人认为 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产业 就是这个细致财 这个产业 因为他们的毛利非常高 很少有这个产业毛利 可以高达百分之百的 这样子 或者百分之九十几的 一个毛利的 而且又没有库存的问题 收权利金 那只要台建涨价 他们的这个权利金 就会跟着往上调升 那可以持续累积权利金 像安摩 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要抢 除了他们的智慧 财产权以外 就是他们在各方面的 这个授权金的部分 提供大家参考 那今天 期货呢 收涨了一百 收涨九十点 盘中涨过一百五十点 不过呢 因为欧洲股市下跌 那现在我们看到 台子期的盘后 刚刚一度重挫 到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点 今天收一万五千零四十二点 所以在下午 差不多四点半钟的时候 曾经一度跌过百点左右 不过现在目前收链跌点到四十点 来到一万五之上 一五零零二 那现在期货上波动也很大 到底该做多做空 那今天是周全结算 我们赶快来请教 群一期货 林志斌飞议师 志斌你好 末华哥晚安 那怎么看现在目前的 期指行情呢 现在其实就是早上 有办法拉抬 但是晚上到美股开盘的时候 又会跟着美股去走 美股就会开始什么 开始逐步的回跌 因为美股现在反映的都是 就是FED之前他们所讲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不降息 不降息就会甚至有可能 它的升息幅度会 还是持续的调整 那这种状况之下 市场上就会认为 资金紧缩开始延续 那资金紧缩延续 本来美股就会不断的往下滑 那美股不断往下滑 你就看到九点半开始之后 就又开始往下跌了 变成早盘涨 晚盘涨 早盘涨 晚盘涨的整个横盘盘局 最主要就并这样走 那后续的行情中 短线上 比如在今天这个下半周 那到下礼拜上半周的行情 怎么观察呢 好如果就这上半周的话 就是基本上来讲 它在接下来这几天 也许到9月2号 飞农就会输去的这一天 因为飞农其实在前两天 白宫这边就出来讲了嘛 就是说 大家可能不要太看好 9月2号的飞农就会数据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如果就以前白宫他们出来讲 甚至像之前 前天个月 也就是在公布CPI的时候 白宫不是说来讲说 CPI太高 大家也不要太压抑 通常都是不好消息的时候 才出来讲 那这次也同样出来讲了 就是说大家不要太看好 飞农就业数据 飞农就业数据 可能会去出现放缓的状态 所以大家市场上预期说 9月2号的飞农就业数据 30万人 可能会明显的低于疫情 你知道吗 这种低于疫情的情况 可能会在公布当下 又再造成压回的走势 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接下来可能 整个美股的方向来讲 会比较逐渐的走 FED所想的 它要把股市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 政治进而从股市的压抑 去压抑消费 那消费压抑之后 才能够进而压抑 它的所想要压抑的通膨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手段 他们应该都还会持续做 所以我个人对于美股的表现 是不太乐观的 就是认为它还是会持续缓步走低 要大幅度弹升真的非常的难 尤其是今天 今天会控制ATP就业数据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接下来的 非同就位数据公布 可能都会对于市场是一种冲击的 所以这两天的反弹 我并不会太过乐观去看待 整体指数的反弹行情 你讲美股嘛 台股呢 台股的部分的话 就会回到就是我们目前 其实今天的盘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政治盘的角度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拉台很明显 因为今天是某人生日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因为不是我在开玩笑的 因为我为什么会对这种东西这么的敏感 是因为 所以我们要唱一下Happy Birthday to you就对了 也不要这么的那么的狗腿 就是至少它已经反映出来了 就是我们以前在某任的行政院长 就是他上台演讲 他说某任的行政院 他是从金控体系 跳到当行政院副院长的这个阶段 其实那段印象我很深刻 你知道吗 就是那段时间他上台 刚刚发表演说的时候 就看到某档某档金控类鼓 就在那一个时间点去出现拉台 然后演讲完之后就下来了 你说是核叉金吗 核叉金没错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 对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都认为这种东西 就是你会在那段时间 酷意做那个拉台 我相信就很多段时间点 它也会做特定的 让盘面上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今天的后半盘 我讲后半盘 因为前半盘都还算正常 前半盘其实很符合 市场上的一个反弹特性 就是它本身市场上波动 是一路的往下滑 但是指数慢慢上涨 这种是正常的 但是后半盘开始 在全职类鼓带动 甚至一些生计类鼓 在做拉台的效果之下 那段上涨的过程中 如果你去看波动率指数 它是没有降的 它是反而走横的 代表市场上根本就不认同这个上涨 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你市场上不认同的时候 市场上不会把它的避险境态放下来 所以整个波动率就会呈现横盘 甚至今天波动还呈现小针的情形 这样不合理啊 因为效率指数创高 波动要下来啊 对啊 所以我就会认为说这东西 接下来可能对于台股走势 今天结束之后 进入9月反而会呈现横盘走势 因为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会什么 变得比较稍微 可能比较保守阴影来做看待的 你刚刚那个政治盘的说法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网路上留言 都在笑哈哈 还有人说你这个理由很高悲 但是我在操作操作 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合理的盘面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后半盘真的拉的我自己拉的都心惊叹跳 虽然我们的操作还是顺着行情去做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担心 最后一盘MSC有什么样的动作 没有啊 今天其实最后一盘根本没什么动作 对 因为今天的本来就是调整比例而已 但是比例是这样的 我本来也认为是会稍微的往下压 但是它却是什么 它却进入试错的时候先往上冲 对 这也是一个 我也觉得是一个不太合常理的状态 但是往上冲之后又收下来 就会变成很长一根上影线 那这个也让我自己在这边的操作上 就会很容易把我的部位都会了解了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很害怕 其实昨天夜盘到今天的日盘 期货真的是被洗得很惨 你知道吗 对 昨天居然10点11点那时候杀到 跌到200快300点 对不对 最惨的快300点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再跌的时候 那再跌的时候 威廉姆斯还没讲话 对啊 我想说 靠 那是谁在砍啊 砍到这快跌了300点 那是怎样了 我去洗心窟 洗个身体出来 居然看到 傻眼 对 我总不能带了手机进去洗澡 对 然后今天早上又一路向上拉台 又再打眼一次 对啊 今天早上就一路拉 这样一来一回差了多少 差了四五百点 对 基本上差四五百点 而且这种盘是很 这钱是被谁赚走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优良生医 女性维他命首选 为体康 医药级B群 含高单位B1 其长效活性B12 一天一科 解决酸痛麻泪 小姐生日啊 松痛啊 小姐啊 那位小姐的生日啊 你要不要送个蛋糕去 送去啊 那个围墙很高的那个地方 送个红叶蛋糕 英女皇生日 OK 慈禧过生日 我们听众没有 你们都很会联想耶 哈哈哈哈 小格言兵远 太妙了 大家创意十足啊 前面有人问3105是不是也可以注意了 3105 稳帽啊 跌那么多哦 拉一根涨停也不稀罕啊 但是我觉得第二代半导体生花家的状况真的是很不好 因为他们最主要用在射频上面 射频其实蛮惨的 那有人说3443蛮弱的 UJ说343 其实343不弱耶 你去看他的整个走势如果看月线他是一个多头排列 而且他的股价不但站在年线而是站在两年线之上耶 所以看长线的话他其实最近表现比较盘整了 但是中长线看起来是蛮强劲的哦 毕竟他台积电的很密切合作的IP公司买他的子公司嘛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花旗啊 今天发报告说啊 汽车跟工业的晶片下滑下修势必难免 虽然说现在目前整个半导体啊 最好就是汽车跟工业的这个使用的晶片 那消费端射频啊 手机啊一塌糊涂嘛 大家都很清楚啊 但是汽车跟工业还撑着啊 但高旗发报告说 花旗发报告说呢 也要下修 他同时说这一次的半导体的周期景气循环 10年来最惨 他预估啊 SOX啊 就是废半指还要再跌25% 那25%的话呢 这跌幅呢 相当大 他说呢 这个目前呢 呃 废半指已经是14年来最大的跌幅 今年来 从年初到现在跌32%嘛 是年8 08年来最大的跌幅 08年当年呢 曾经跌过48% 就是说当年曾经在科技泡沫 当年呢 就是腰斩了 废半指 那废半指昨天跌1% 收在2700点附近 如果说再跌25%的话 他会跌到这个 2020点 2020 就疫情爆发那一年 2020 那2020呢 正好也是 2020年7月7号来的最低点 20207月7号当时废半指呢 是 2019点 那如果跌到2020的话 就是跌到 疫情爆发之后的 这个7月份以来的低点 那去年12月27号 废半指曾涨到高点 是4039点 那跌到2020就代表 这个打对折了 那今年废半成分值里面 比较弱势的 就像是灰达跌了48% 另外 麦威尔 Mavail也跌了45% 这两档非常的弱 美光跌幅也很大 然后包括Intel 跌了到5年来的低点 Intel股价一路破底 这样往下掉 然后美光因为 记忆体的关系 现在目前呢 看起来走势也不是很 很好 就一路往下走 那比较强势的呢 就是像是Wolf 这个Wolf Speed 另外呢 像是 这个ON 代号ON 的这个安森美 这几家公司呢 得以也算是还OK 但也是跌了 但至少没有跌那么惨 AMD也是跌得蛮重的 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废半30成分股 其实呢 比较强势的就像Wolf 这些第三代半导体的族群 所以我觉得第三代半导体 也到IP系制裁 是也联动到台股排面上面 可能可以 我们可以持续在关注的方向 那回到刚刚冰冰哥讲的 就是说 可能9月的行情 比较还是偏往下掉的 可能性居多 对不对 冰冰哥 对没错 就是往下掉的机会来讲 尤其是从这个月开始吧 就是FED这边 是不是就要把他本身 缩表的力度 又要开始加强了 原本只有大概将近300亿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额度 他要扩增到600 要全力去做缩表这个动作了 那全力做缩表 势必来讲叫什么 符合资金又要开始抽取一笼嘛 那抽取一笼 指数你要做撑盘效应 我就觉得相对会比较难一点的啦 因为这样的状态之下 可能接下来大家能够看的 大家比较显而易见的 就是那个期待中的苹果 因为苹果接下来发表嘛 大家对于14世还有一些些的期待啊 那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可以看到说 至少他那个什么 那个上面的那个额头 会慢慢的去逐渐消失 变成了什么一个圆圈 一个点那种状态 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企图心 想要去换一些新机的这种情境 就没有刘海变成到金探号 对金探号的方式 对对对 倒下来金探号 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换机的意图出来 那可能过去 因为过去我们每次苹果发表会 都会对它的新功能觉得很失望 但是呢 后续又怎样 后续它的销售又会开始陆续的放出来 那这些都会对于股票价格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台湾本身的一些苹果干颜族群 也都会有拉抬效应产生 我都觉得这种东西 每次苹果发表的一个一贯流程 所以可能整体指数来讲 会是呈现往下的 那其中几个小亮点 可能就是会落在这些相关族群来做发表 因为其他的可能 我觉得拉抬的可能性也就没那么大 好 谢谢UJ的donate 那苹果的股价向来都是在发表会之前拉抬 然后发表会之后就回跌 这一波已经领先回跌了 对 然后回跌之后 重点是什么 回跌之后 它的数据公布就开始涨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 这段时间开始再回跌 因为这段时间就让它跌 因为这段时间配合着FED 它本来的一个紧缩真正 它指数本来就会被迫下压 被迫下压你才有比较低的价格 可以去买 要不然你要等它 就在发表前就已经一路涨上去 你要等它发表之后又回跌 那这样子不是更辛苦吗 倒不如趁着现在的整个市场上 氛围比较弱势的状况 压回之后 公布之后 我都觉得它的整个销售量来讲 一定会开出一定预期的销售量出来 那所以这种一定预期销售量出来 就会有拉抬效应产生 那拉抬效应产生股市下后面就会涨上回来 这是我觉得这种方式 我们这个六点到七点这一个小时来 台子齐拉得很凶 一路往上拉 一路往上拉 现在已经拉回快平盘 只有跌八点 刚刚是一度跌了快一百点 下午盘 这也是上冲下写 先洗下去一百点 再往上拉一百点 这样就两百点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 等九点半 因为九点半又是另外一个事件 现在所有跟随的是跟随的欧股的状态 在做律动 那欧股刚才公布的CPI只有9.1% 其实这个高 略微高于预期 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大家本来就已经对欧洲股市很恐慌了 就认为欧洲的CPI应该控不住 什么天然气 油价高档 所以会很高很高的CPI 但是出来也只在9.1%而已 所以大家反而缓和下来 那整个股市就会开始做一个拉抬的效应产生 因为没有更新的消息就开始拉抬 那拉抬到什么 拉抬到美股开盘 美股开盘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 当然我的看法不见得正确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美股可能会谈个两三天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可能今天晚上如果美股开低的话 是好买点 我自己会下去买 因为它已经连三跌了 而且过去三个交易日 S&P500指数已经跌掉快5% 那它曾经在过去三个交易 它曾经出现过一个3%以上的跌幅 然后另外上周五是有一个1%多的跌幅 再加上中间有一个大概0.67%的一个跌幅 所以这三个交易已经跌掉了 跌掉了差不多是5%左右了 那跌这么大 而且又连三跌 过去的经验显示标普后面反弹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但是我也赞同冰冰哥的说法 就是反弹归反弹 但不是一个可能会创高的行情 对 因为如果假设木华科 我们所讲的行情是正确的 就是从这天开始反弹 那反弹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 那当下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他已经特别讲了嘛 说已经不好了 结果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反弹了两天 那你到这个位阶是不是有种就是公布数据 下来冲击的状态 而他又从低点反弹 是不是带给他一个往下发的空间 所以这种状态就会变成 从这边开始 台湾再跌 台湾再跌 台湾再跌下来 因为连续两个月的反弹的这个中多走势应该结束了 到8月16号那个高点应该就结束了 那现在可能走下降三坡嘛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因为FED好不容易花了好大的力气 把市场上的这个降息预期导正了 他不希望金融 就是所谓的金融情况的指数再宽松了 他希望是走向紧缩的 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讲这件事情 那这种东西对于指数来讲 已经是慢慢走下降性泄行的 这种跌弹跌弹会一个低点 比一个低点更低的状况会出现 这个就是投资朋友要稍微小心 就是在9月这个阶段 过去同期9月都是跌的 所以9月比较不好月份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波段可能反市场操作比较好 就是说你看到大跌去买 然后大涨去卖嘛 不要不要追高 也不要不要任意杀低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这段这段时间能够操作短一点 是相对比较好 因为这段时间接下来市场信息会很多 因为9月13还要所谓的CPI数据公布 到底会不会继续再下降 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意见 应该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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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他继续下降 但他下降也不会改变 林总会升三马的决心 不太会 因为他基本上前面就已经讲得很强硬 他就是要持续的升级 让实质率渐渐的可能为正 现在实质率率是大大的-6% 这个东西要能够去 又去打油价 对啊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在做这些控制 就是企图的 反正就是要把全资产都打下来就对 一定要啊 他不打下来的话 通盟下不来嘛 他就很怕回到1970-1980 他就很怕回到1970-1980年代 所以那时候 就身后他才特别去讲到这件事 就是说我要以死为戒 我不能够放任1970-1980重演 那时候升起升到的一个夸张的地步 对啊 所以大家很害怕这种状况 所以才会下这么重的手 而且搞个10-20年股市都不好 他可能就宁可让他慢慢地下来吧 因为这种痛苦程度 也许比那种快速下滑 好 还要来个精神 谢谢林志斌分音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